面板上我一看这个东西好像我们周边国家的一个国旗 这我想多了吗 大家好我是大树 想必大家也听说小粉红出征农夫山泉的这个事件了 截至今天为止 事件依旧还在发酵 而这波出征竟然让农夫山泉的市值 蒸发超过300多亿港元 而更为神奇的是 有大量小粉红宣称 以后只喝娃哈哈的水 可是中国除了这两瓶矿泉水之外 它还有百岁山康师傅等等 所以有不少人认为 这是一场关于娃哈哈和农夫山泉的商业大战 而随着事件一步步升级 也有媒体曝光了农夫山泉的老总钟珊珊 竟然卸去了农夫山泉的法人代表一试跑路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事件 那农夫山泉被小粉红打成日本汉奸品牌 其中一个原因就说农夫山泉的包装 用了很多日本的元素 比如说日本天皇的家族纹样是16瓣 而农夫山泉底部的形状也是16瓣 再比如说日本同壁文九永宝的背水纹 竟然和农夫山泉的瓶子上的水纹一模一样 先打断一下 大家有没有觉得华为的更加像呢 而小粉红更加扭动大开的是说 农夫山泉引用晋国神社的建筑结构和设计理念 用在了果茶的饮料包装上面 这个我刚买了一个茶派 网上说是这个茶派的设计师啊 是日本人设计的 它这个风格很日本话 但是你看这个表面的话 是吧 看这个设计风格 确实不像咱们国人设计的样子 所以说我也买这个 我看一下 你看这个农夫山泉 然后我看这个茶派这两个字吧 总感觉变有 于是呢 我就查了一下 它这个网上的那个晋国神社的这些照片 这是我在百度上找的 这个晋国神社 它这个前面的照片 跟这个茶派的这个茶字 我总感觉哪里 看着像 又又又感觉又不像的这个样子 可能说想多了吧 但是这个字确实让人看着别扭 万你还别说 小粉红的想象力还挺丰富的 那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呢 小粉红又对娃哈哈的老总儿子 加入美国国籍 不断落井下石 认为呢 这是卖国贼的表现 不过呢 最搞笑的是很多小粉红 一会说农夫山泉是青梅企业 一会竟然又说 这个农夫山泉的老总 中山散一家 是日本的后代 甚至呢 还真有小粉红 就把农夫山泉 直接说成了是日货 咋了 你说呢 你说呢 我说我就爱活 你这个卖这个日本东西 我跟你说 我就抵制你 咋了 哪里有个日本东西啊 你说啊 那是不是啊 那农夫山泉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样呢 态度很这个强势灵灵 我就进他店 这是他的店 我就问他现在还有没有农夫山泉 我是正常的一个询问 有没有正常的询问 不仅如此啊 还有很多小粉红啊 对农夫山泉过去挣灾捐款而表示强烈不满啊 他们觉得其他企业啊 人家是既捐钱又捐物资 可是农夫山泉只是捐水而已 而且才捐了两万多瓶 他们觉得这样的吝啬呢 完全跟这个中国首富啊 是不相匹配的啊 就是仇富不仁啊 当然呢 还有趁机发爱国财的小粉红啊 出来做农夫山泉和娃哈哈的质量啊 哪个更好的无脑测评啊 我们做个对比 看看谁才是最良心的 这是娃哈哈 我们直接上大锤啊 看 三下 很良心啊 该农夫山泉了 太坑了 更为搞笑的是 还有人为了测评娃哈哈的质量 无意间的买到了一室娃哈哈的豆板 朋友们我问大家一下 就是我今天晚上正好做这个烧 娃哈哈纯净水的瓶子和其他饮料瓶子做的对比 你们看现场啊 那我在烧到一瓶营养快线的时候 发现这个瓶子 底下没有这个塑料的任何制品的标识 正常不是1234567吗 加上那个三角的符号 但是这个瓶子就是周深都没有 我很奇怪 有没有相关的或者懂行的 能够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或者说是我买的假货了 反正啊 一时间乱象众生 丑态白数 当然啊 也有很多正常的国人啊 就觉得 我愿意喝哪个牌子 就喝哪个牌子 认为那群围剿 农夫山泉的国人 很玻璃心 我可没有那么玻璃心 我没那么脆弱 可是不知怎么的啊 突然一波反转 很多人呢 又开始嘲讽起 娃哈哈的设计来啊 比如说娃哈哈的 这个人物的秘密眼啊 就是丑化国人的形象 而这个红色的圆点啊 加白色背景啊 就是日本国旗的象征 而且娃哈哈的红加白 就是日本的元素啊 甚至呢 以往的娃哈哈 AD盖奶里啊 总有义务的视频 也因为事件的风波啊 而被推上了热搜 昨天就跟随着车饭 闹得很累 结果河外放线上 某国 把媳妇那尖子尖开以后 这就发现 这里头有义务 真是不敢相信 这俺家孩子喝的 哦 你瞧 里头喝的是什么东西 一个魔物 长江那边的 医务员的答复呢 是说我这边 养着个法物 就是干这个 意思是说 你这不可能喝出魔物 我说我是确实 喝出魔物了 我说孩子现在有点度上 你自己去检查 如果要能证明 是和我 一盖奶照疼 一肚子疼 我就给你赔 正因为不同观点的网友 参与了近来 所以这个事件呢 就变成了 娃哈哈 与农夫三权的 商业大战 就在骂战升级的过程中 有网络大逼爆料 竟然有公司要出价 25万人民币 要黑农夫三权 有人出25万 让我去抹黑农夫三权 黑料都是打包整理好的 我不去恶意揣测 到底是哪家企业出的钱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老百姓很可怜 就这样被这些资本家 愚弄来愚弄去 你们可能很难相信 有人会出这么多钱 去抹黑一家企业 但是我告诉你们 这种业务叫黑公关 在网红圈是很普遍的 我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广告 因为我的良心 不允许我赚这种 之前找过来的 给几十万 让我去发视频抹黑企业 抹黑个人的情况真的很多 有出钱让我骂星巴的 有让我骂那个慕斯床垫 说那个慕斯床垫是假洋牌的 它确实是假洋牌 但是人家出钱让我说这个事 你大家明白吗 有让我骂理想汽车的 这种广告真的很多 去年双十一之前 有个广告公司 让我发视频骂李佳琪 他们提供的一个文件包 里面有一大堆李佳琪的黑料 我当时拒绝接这个广告 然后对方开双倍的价格 就是五十万一条广告 让我去骂李佳琪 我也拒绝了 我不差这点钱 我不赚这种 的钱 结果过了一个礼拜 全网都是铺天盖地的 黑李佳琪的视频 而且那些黑李佳琪的黑料 就是当时那个文件夹里的黑料 我可以知道真相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反胃大家理解吗 但是当时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因为我也怕得罪这些广告公司 很多都是跟我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也怕得罪这些网红 因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可能现在我揭露了这个事 然后人家看我不顺眼 觉得我把他们给揭露了 可能现在不会来搞我 但是过个半年 过个一年 或者我有一些黑料爆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集体踩我 对吧 我其实也挺担心的 所以我一直就不敢去揭露这个事 你们如果问我如何解释 中山人的儿子是美国国籍 或者问我如何解释 东方树叶的封面上 画了日本风格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也没有收农夫三权的钱 我知道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当年他们出几十万 让我骂李佳琪 骂慕斯床垫的时候 他们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露出了破绽 然后被对手抓住 狠狠地砸钱往死里搞 我就觉得老百姓 真的被这些资本家 就像傻子一样 不断地愚弄 你们当年相信 娃哈哈营养块钱 是用避孕套做的时候 我告诉你 就是有资本竞争对手 狠狠地砸了钱 在搞娃哈哈知道吗 今天你没有相信 农夫三权是外国人的走狗 他到底是不是走狗 我不知道 你们其实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太虚伪了 我发这个视频 我没有拿农夫三权的任何好处 如果我拿了一分钱 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好处 我立刻破产 我穷一辈子 可以吗 你们可以支持 你们喜欢的品牌 也可以讨厌你们不喜欢的品牌 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网络舆论事件 突然以非常反常的姿态 爆火生 这种程度的时候 大家真的不要太相信 我也觉得这两年 互联网上 大家利息真的有点重 一会儿要封杀这个 一会儿要抵制那个 我们中华民族 真的一直都是一个 很善良 很友好的民族 我认为就是被资本挑唆成 现在这样的 那么能给这个主播25万 也就能给其他主播25万 如果在互联网上 能形成这么大的舆论 与风波 估计也花了不少钱 那看来在中国 做生意是防不胜防 因为商业上的恶意竞争 和相互诋毁 是非常正常的竞争手段 和正常现象 甚至也没有国家的监管 不能乱说 紧接着又过几天 这个刁盘侠胡锡进 也跳了进来 竟帮着众人讨伐的 农夫三权说话 他声称 要不让那些造谣的爱国主义者 付出代价 能从茶字联想到日本晋国神社 这思维我认为太跳跃了 我主张应当把所谓爱国主义 从这件事情中移除 这样使用所谓的爱国主义 我认为它太庸俗滑稽了 这已经是对爱国主义的羞辱 日本传统文化的根是中国文化 日本现存古迹中 有很多中国隋唐时代的印记 普通西方人很难分清 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细微差点 中韩的情况也是一样 如果硬要找中国的某个印记 与日本某个符号的相似之处 那是很容易牵强附会的 如果再寄出爱国主义 说中国的某个符号 暗藏日本某种精神元素的象征 这种指控啊 极其容易混淆视听 带动更多幻象 最终呢导致灾难性的 效仿审查大行其道 所以呢 根本就不能跟那个视频博主 辩论像还是不像 它的类比方式就是有毒的 破坏性的 从一开始呢 就应该坚决喝止 应该呢 让一些以爱国主义名义 对民营企业下手的 网上刺客 付出代价 至于对农夫三权的其他指控 老红呢在这里不加评论 不仅如此啊 网络里突然疯传浙江官媒 力挺农夫三权的言论 然而网民呢 却不买账啊 竟然发出了浙江电视台 为农夫三权带货的视频 以表达对官媒的不满 放着农夫的瓶装水 说着娃哈哈的新闻 这是几个意思 2月27日浙江当地一电视频道 女主持人播报了这样一条新闻 杭州市民分到超市 买一份娃哈哈的产品 纪念不写老总宗庆后 娃哈哈销量倍增 可令网友不解的是 主持人面前却摆着一瓶 自称有点甜的水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宗庆后逝世的消息传出后 不少人都选择 买一份娃哈哈的产品 算是对宗庆后的一种纪念 再翻看该频道之前的视频 这一瓶水竟出现在 三月份每期新闻的作品中 而去年节目是没有摆放的 这让网友很难以接受 新闻节目中可以摆放商品吗 如果可以 央视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主播面前 可以摆上几十个商品广告 这样的话 岂不是成了网红带货直播间了吗 2023年12月24日 土耳其一电视女主持人 播报新闻时 面前放了一个星巴克的杯子 后该主持人和导演全部被解雇 承担着向真相绝境责任的新闻人 还是让商业归商业 新闻归新闻吧 真的是魔幻啊 官方地方电视台 在新闻节目中带货 这样的新闻出来 它能有客观性吗 所以不怪网友觉得啊 这个浙江官媒在力挺农夫散权啊 说到这儿啊 大家想想 就连高级战狼胡锡进 都觉得粉红极端 但是为什么胡锡进 最后却一脸因笑的强调自己 对那些关于农夫三权的其他指控 却不加评论呢 他的这层含义里啊 其实也包括啊 他不否定小粉红其他 对农夫三权的指控 事实上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胡锡进啊 要么不说话 要么呢 就不说人话 而一旦说出人话 那就是话中有话啊 背后必有玄机 所以后来呢 我就继续查找啊 我发现很多企业啊 都纷纷表示 要号召支持民族品牌 不负国货之光 一些公司呢 甚至贴公告啊 要将农夫三权 列入永久的黑名单里啊 而且马上采用哇哈哈 违反每次罚款1000元 违反公司规定 超过三次以上的 按辞退处理啊 甚至还有公司表示啊 为缅怀中青后的去世啊 以及对哇哈哈品牌的支持 他们的各项部门的水 以后只用哇哈哈 而且强调呢 要积极配合 抓紧时间采购 而且啊 还有瓦邦的工商管理局啊 他们强调啊 以后瓦邦境内的水 要进行统一管理 而且要进口指定的品牌 其中呢 就有哇哈哈 像农夫三权这种水啊 根本就不能在人家境内销售啊 所以啊 如此看来 打击农夫三权啊 是国家的政策号召 有人啊 可能利用了这一点来消灭农夫三权 不过呢 也有可能啊 是魔供所为 我们知道啊 魔供对民企大势掠夺管控啊 在2019年时呢 就有报道说啊 中共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抽掉了100名官员 进驻阿里巴巴和哇哈哈等 100多家大型私企 企图吞并人家的企业啊 那当时被消灭的 举目关注的对象呢 就是马云 仅仅两年时间 马云就成功的交付了 中国首富的宝座 逐渐淡出公众视线 也因此呢 农夫三权就登上了中国首富的榜首啊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谁登上中国首富的保守 谁就倒霉 所以仅仅三年时间 农夫三权就出现了大翻车事件 和以往那些榜上的富豪如出一辙 我认为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目前啊中国媒体发现啊 中闪闪二月底啊就卸去了一子公司的法人职位啊 而自去年以来已卸任了12家农夫三权旗下公司的法人代表 魔宫啊很可能注意到 中闪闪似乎要跑路啊 或者又是打土豪分田地 再不呢就是帮派斗争 反正这一切啊 都和魔宫的体制和政策有关 反正这个事件呢 绝对是不正常 甚至是不寻常 那么各位 觉得中闪闪到底有没有凉凉 农夫三权到底还有没有未来啊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下面讨论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